《黎智英案》继续由前苹果日报副社长 重返证人陈佩敏作供 并由代表被告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 彭耀雄继续进行盘问 审讯其中一个重点是 陈佩敏指出 曾经不同意苹果发动 有人一信救香港行动 但黎智英坚持推行 陈佩敏又指 黎智英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人 某些时候比较强势 所以最终都是由黎智英一锤定音 苹果在2020年5月24日 在头版发起一人一信救香港行动 要求读者写信给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要求特朗普插手干预港区国安法的定立 陈佩敏当时表明不认同做法 有向黎智英转发黄之锋等人的反对意见 但黎智英坚持他的做法才有用 此外 彭耀鸿问陈佩敏 2018年黎智英返回苹果之后 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设立范盒会收集员工意见 目的是讨论如何改善业务和保障内容 但陈佩敏就认为 黎智英希望说述他的营商以及时政理念 彭耀鸿指贩盒会的目的是讨论如何改善苹果运作 不是给编采指示 但陈佩敏就表示不太同意 指黎智英会给编采指示 因为这些事项都难以分离 例如反修例以及新冠疫情是多年难得的新闻 如果讨论改善报纸的内容 必定会提及什么要报 什么不用报 彭耀鸿又指出 黎智英会与员工讨论并得出结果 陈佩敏同意 但他强调 黎智英是一个很有看法的人 有时比较强势 所以最终都是由黎智英一锤定音 辩方又指 黎智英持续转发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的新闻稿给陈佩敏 但报道决定权在他手上 陈佩敏就认为 黎智英指这些新闻稿有新闻价值 作为老板 他推荐苹果出报道 又认为黎智英很重视罗杰斯和香港监察 审讯今星期继续